男人把手指伸进女人的嘴巴 然后轻轻一摁 女人竟然裂开了 没错 她是一个机器人 男人将处理器取出来 告诉大家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核心 机器人只要装上它 就能像人类一样的思考和学习 但这还远远不够 男人把处理器装回去 问了机器人一个问题 男人打断了机器人的话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男人的终极目标是 创造出懂得去爱的人工智能 就像孩子爱父母那样 他找到一对父母 他们的孩子得了绝症 妈妈悲痛欲绝 甚至变得越来越抑郁 于是丈夫偷偷接受了医生的提议 领养一个全新的智慧型机器人 当做孩子的替代品 这天丈夫让妻子做好心理准备 大门打开 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 这是2001年的经典科幻电影 人工智能 由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指导 34万人打出8.7的高分 某半Top250 在商业电影的外壳下 充满了对人工智能的想象和思考 在未来世界 人工智能因其不需要资源和粮食的特性 被大量生产 它们有着完美的身材和长相 甚至能够跟人类谈恋爱 还会驾驶汽车 但除此之外 电影人工智能中的其他设定 还是相当超前的 就比如这个机器人小男孩 他叫大卫 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情感 渴望爱与被爱的机器人 一开始妈妈完全不能接受他 觉得这太诡异了 甚至会把大卫关在衣柜里 而大卫呢 则会在衣柜打开的时候 一脸天真的问妈妈 直到这一天 大卫模仿着爸爸妈妈吃饭的动作 妈妈嘴边的面条 让他突然大笑 虽然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但那天真无邪的样子也感染了夫妻俩 慢慢的 妈妈开始放下戒心 思前想后 他们决定正式认养大卫 而一旦程序激活 就意味着从今以后 大卫只会爱妈妈一个人 如果妈妈不要他 就只能送回公司销毁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 大卫终于被激活 他的眼神有了光彩 立马钻进妈妈怀里 妈妈也很开心 在之后一段时间里 就把大卫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大卫被激活后没多久 夫妻俩生病的亲生儿子 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了 小男孩大卫正在狂吃菠菜 看别人吃一大口 他也学着吃一大口 然后他的脸就开始变形 因为大卫是机器人 一吃蔬菜就会歇菜 对面这个孩子叫马丁 是这家人的亲生儿子 而大卫则是他的替代品 马丁回来后 看到一个这么逼真的机器人 又听话又可爱 嘴上说大卫只是他的玩具 像这只会说话的泰迪熊一样 但其实心里已经危机感十足 晚上妈妈给他们讲睡前故事 马丁故意挑了木偶奇遇记这个故事 挑衅般的向大卫宣誓主权 但没想到 大卫却听得入了迷 眼睛里闪着光 他太想变成一个人类了 因为只有变成真正的小孩 他才能像马丁一样 得到妈妈毫无保留的爱 之后因为跟马丁赌气 把蔬菜吞进肚子里 大卫身体出现短路 被送回了厂里维修 看到妈妈有些担心 他马上说妈妈不用担心 我感觉不到痛的 而马丁看到妈妈着急的样子 心中的嫉妒之火再次燃了起来 晚上他骗大卫说 只要趁妈妈睡着的时候 偷偷剪掉他的一束头发 然后戴在身上 这样妈妈就会永远爱你 一旁的泰迪立马抬起头 眼神里有惊讶 他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 大卫信了 他拿着剪刀偷偷爬上妈妈的床 剪掉了一缕头发 这时妈妈惊醒 眼睛被剪刀伤到 爸爸疯狂地斥责大卫 而这时 一旁的泰迪悄悄地剪起了头发 并把他偷偷缝进了自己肚子里 之后在马丁的生日派对上 他的朋友知道大卫是机器人 便开始捉弄他 还有人拿了把刀要吓他 然而大卫对伤害有应激反应 他紧紧抓住马丁 一起摔进了泳池里 大人急忙跳进泳池 把马丁救了出来 去任由大卫慢慢沉入水底 经过这次事故 慢慢意识到机器人潜在的危险 他决定将大卫送走 但看着这张天真的脸 妈妈不忍心让他被销毁 于是他开车载着大卫走了很远 把他丢在了丛林里 大卫不停地哀求 不停地道歉 但还是没能改变妈妈的决定 此后大卫带着泰迪熊开始了流浪 结果没走多远 就被抓到了机器人屠宰场 这里以各种残酷的方式进行表演 一个女机器人被绑在台上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被硫酸销毁 甚至连大卫这种小孩都不放过 把他和一个帅哥机器人绑上了台 大卫很害怕 开始大声呼救 而观众也动了测影之心 因为他们没见过大卫这样有情感的机器人 在他们的印象里 机器人是不会求饶的 观众实在看不下去 一拥而上 场面十分混乱 大卫跟着帅哥趁机逃了出去 大卫现在唯一的念想是找到木偶奇遇记 这个童话里的蓝仙女 让他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小孩 重新得到妈妈的爱 帅哥决定帮他一把 带着大卫找到了无所不知的万世通博士 他说蓝仙女在世界尽头 一个雄狮流泪的地方 根据博士的提示 两人一路来到了曼哈顿 那个昔日最繁华的城区 现在已经几乎被海水淹没 接着他们找到了一栋建筑 跟博士说的一模一样 但当大卫走进去 却发现了另一个自己 大卫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这也意味着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妈妈独一无二的爱 他愤怒了 抄起灯照 疯狂的挥舞 这时一个男人出来阻止了大卫 他就是大卫的创造者 也是他用谜语把大卫引到了这里 他想以此来证明 自己创造的机器人 能像真正的人类一样 会有自主的欲望 也有追求梦想的勇气 原来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听着男人的话 大卫越来越困惑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才让他彻底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这个男孩走进一间实验室 只要看到一排被挂起来的小孩 他们面无表情 而且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有的小孩还被装进了包装盒里 等待出售 大卫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被批量生产的商品 他的世界观瞬间崩溃了 他坐在阳台边 思考片刻后 跳了下去 结果就在海底 大卫竟然见到了 他梦寐以求的蓝仙女 在木偶奇遇记的童话故事里 他能让木偶拥有生命 于是大卫也坚信 蓝仙女也能把他变成真正的小孩 大卫再次潜入海底 在这个被淹没的纽约城 他终于见到了蓝仙女 这时一个摩天轮倒下来 押住了大卫 他只能坐在里面 向蓝仙女许愿 大卫一遍遍地重复许愿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就这样过了整整两千年 两千年后 几个神秘来客乘坐飞船 找到了这里 并发现了被冻成冰雕的大卫 他们似乎是拥有 更高智慧的外星人 其中一个把手放在大卫脸上 大卫瞬间恢复了机能 他读取并共享了大卫的记忆 等大卫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竟然回了家 大卫到处寻找妈妈的身影 却听到了陌生的声音 这一次 活生生的蓝仙女竟然就在眼前 大卫马上走过去 再次许下两千年前的愿望 不过很可惜 这个蓝仙女是外星人用技术做出来的 经过了两千年 妈妈早就不在了 不过外星人说 只要有她的DNA 就能将妈妈短暂的复活 这时泰迪熊走了过来 她掏出妈妈的头发 是当年大卫剪下来的 泰迪偷偷戴在身上 戴了两千年 她又何尝不想得到妈妈的爱呢 大卫将头发递给了蓝仙女 很快妈妈复活了 但实现却只有24小时 在这一天里 大卫真的变成了人类 她像是个普通的孩子 有妈妈陪伴的普通孩子 这一天里 泰迪也在 他们嬉戏打闹 充满了欢声笑语 日落之后 大卫陪着妈妈 一起闭上了眼睛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结局看似温情 但细想一下 其实十分残酷 大卫是个机器人 被陈旭编排 植入了爱的情感 在陈旭的驱动下 他穷尽一生 想要得到人类的爱 甚至不惜跨越了千年 最后他终于获得了这种满足 而得到的方法 却同样是陈旭编排出来的假象 冷冰冰的代码 能敲出人类温热的感情吗 也许不能 但人类口中的爱 本质又是什么呢 这或许才是这部电影 真正想要追问的终极命题